兄弟们大四命半血即是斩杀线 看这个马超2A11 来让我看看你耐不耐摔啊 直接摔死 不止如此 我们再浅浅的带上一手弱化 你将获得救急不死流大四命 你看我不到半血吃了打击一趟 我手里是没大的 只需一个二技能 开西打击直接给他摔死 嗨嗨嗨万物即可弱化仓球 有公式做题就是快 大家看这波 东皇闪现西武 被打掉离半血 但是我们一个大招 秒回6000 直接吸满 弱化再一开 二技能再一放 那狂狂吸啊兄弟们 东皇让你吸我 直接给他摔死 公本还撅我啊 没有用 我完全不疼 本来想拉扯的 想了想没什么必要 公本 你也直接给我坐下 这波吃了一堆技能 都没怎么掉血 我还没出唱球呢 就这么硬啊 我为什么推荐对抗路带弱化呢 因为就算有人来抓 我们弱化一开 一技能就能加速退场 对面根本留不住 但是 我想反杀 马超 你半血还敢回来 半血即使人下线 直接给他摔死 大四命的一技能 无视地形 并且还能加速 我们就直接翻枪过去 给马超血包吃了 他一点招没有 就是吧 大四命留人能力差一点 这边本来是想 直接给马超越了的 但是你看 就差一内内 够不着他了 让他跑了 大四命的普攻距离 差不多就是一个闪现 并不能算是远程 再说二技能 回复能力极强 你看我这边撕血了 标记了一下后排兵 直接吸了一小半 立马就不用回家了 尤其是在残血打人的时候 你吸血 还能对他造成伤害 此消彼长 非常适合反杀 人称小米月 我这波 被对面双C追击 一个打几 一个敌人结 我只需要一个苍穹 极可轻松反杀 二技能挂上标记 大招砸一下 打击还闪现 直接摔死 这波我要是手里 再有波弱化 敌人结 别想活着 哎呀 就差一点 大四命这个英雄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灵活 一技能 不仅能加速 距离还超长 还能穿越墙体 二技能的减速和吸血 也很适合拉扯 这路他眼前打不过 跑了 马超 你过来干什么 忘了被我支配的恐惧了 是吧 以后不耐摔 低调一点 直接拿下 真的兄弟们 这一技能无视地形太猛了 从上路放个一 直接跑中路来了 那非见了都直呼那行 这一点最牛的是什么 你穿墙进草里 情况不对 直接就能回来 你看 这个大四命所谓的神乌状态呢 就是头上有那个条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管是英雄 还是小兵 还是野怪 只要血量低于8% 就会被我们直接摔死 猪仔包君也不例外 这纯概念神 大四命 除了打脆皮块以外 坦克也是没问题的 虽然说他乍一看 伤害不是很高 但是频繁 再加上二技能的吸血 打着打着 对面就打不过你了 坦克跟大四命对线 就要做好打两条命的觉悟 白鞋 你直接给我坐下 当然我最喜欢的 还是他这个一技能 你把他往墙上放 拉扯能力 真的很强 我11级 盘古13级 他还有脚械 让我A不出来 但是 我们只需要略微出手 拉扯一下 他在墙那边 我们就过墙 他过来了 我们再回去 这盘古纯元神啊 兄弟们 让我一顿把玩 单杀 兄弟们 新英雄刚上线 还是有很多玩法的 你可以常规出装去打野 伤害很高 也可以肉滑藏球走边路 很快乐 后续应该能研究出 更多好玩的打法 大家快去试试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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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